大家好 8月5號 2022年 只能說別的 希望大家理解 這牙 這牙 昨天練拳的時候 可能挨了幾拳 被打掉了 這個燙死的瓷罐 被打掉了 今天 現找大夫 按著牙 完了同時 這兩樣的牙呢 有有蟲動嗎 給補了補 我今天上午 9點半到的這個診所 因為幾年前都在這弄的牙 醫生也都認識我 所以呢 我很榮幸 也很高興 人家弄牙吧 都是老人人家熟 把這牙呢 給我重新按了一下 還是原來那個瓷罐 這兩個呢 弄了一下 一共買單的時候呢 是1800 我當時啊 腦袋一蒙 這個牙掉了 這個牙罐 外的這個掉了 給安上 擀點膠 乾上 兩邊幫我看看 還有兩個小廚棟 給補上 用的是中檔次的膏 給補上 買單的時候 我覺得 補兩顆牙 再按一個 這原來也是他們掉的 也是他們按的 後來掉了 給安上 怎麼著也就五六百塊錢夠了吧 哎呀 一共是1800 我當時真的是覺得太貴了 但人家倆大夫呢 前往來有跟我說說消消 也都認識我 說怎麼著小東啊 怎麼不打假了 怎麼還沒有消息了 我跟他們含酸呢 含宣啊 好了 就沒好意思 所以錢的事 我把錢呢 就交了 交了回來呢 越想越不對勁 越想越不對勁 就太貴了 但是呢 也問了朋友 有的朋友說 有點貴 有的說呢 就這價格 我憑心而論 我這牙呢 有三四年沒補了 應該19年吧 最後補的 那就三年多了 三年了 我沒想到這三年 漲價漲成這樣 好像不19年 18年補的 我記得 就沒想沒想到 這四年一晃 這個物價這麼貴了 原來那小珍說 沒那麼貴 我補三顆牙 沒有任何瓷罐啊 套瓷啊 什麼都沒有 就是補牙 花了我他媽一千八 說實話 我們足球隊 也有牙醫蘇哥 我也有 認識的哥哥 都是牙醫 他們呀 有自己的診所 都是老闆 我不想給人添麻煩 我孝東說過 我他媽的就不想給人添麻煩 我說這點錢 咱們幹嘛呀 非得打擾人家 所以那哥哥還蘇哥 我都沒有 從來沒有打擾人家 這次我就是旁邊我們家 旁邊小診所 長春街這兒的小診所 我幾年前在那兒做過牙 我所有牙 都在那兒做過 今天這大夫來我數了一下 包括這些 不好看的 但我要求 因為便宜 還有一些白的 這個門牙這假的這個 因為我 額眼無眼用這種顏色 要不然太丟人了 想點錢 裏頭的 是那個銀色 外頭的老老實實的是這白色 他說你弄了八顆了 基本上都是在我這兒弄的 我說還挺感動 我說這玩意兒 是辛苦您了 補完牙一千八 我倒沒有責怪人 什麼意思 我就覺得 好貴呀 一晃過了四年 這個物價 就貴成了這樣 這讓我有點驚訝 說實話 我有點驚訝 我補三顆牙 花了一千六 不是瓷塊 什麼都不是 就是往上抹那個膏 什麼的 我 一千八 對不起 一千八 我想的是六百來塊錢 就完事了 沒想到花了一千八 在北京的朋友們 你們也可以幫著算算 正常吧 反正我覺得有點貴 但是 他們有的人說正常 那我就不說什麼了 咱們說這四年一晃 這一下子 漲那麼多 社保呢都是我自己教 前年就漲價了 還不是去年 今年聽說又漲 我就明白了 這個什麼毛啊 一跳他媽幾把出在什麼毛身上 唉 又漲價了 漲吧 這是我今天我能敢說的 至於最近說的事 哪敢他媽的說呀 看晚上說的性高采烈 我哪敢說呀 對吧 但我又不知道 為什麼幾個明星又躺槍了 你叫什麼呀 忘了 我看了看那明星的歌詞什麼的 我覺得沒什麼事啊 唉 我完了我留言 我說你們都吃飽了 撐的吧 一個個了 都他媽五年前 你們都五年前的老B吧 一個個了 說這個歌詞有嫌疑 那個歌詞有嫌疑 不表白一下 說明你娘就他們不愛國了 這一幫傻逼 我就想了就生氣 所以我 胆小 不敢說那些 就說那些 這個 不敢說那個 就敢說 就敢說我能罵人家那小傻逼吧 真的活到了他媽的五年前了嗎 一個個了 無奈 這兩天又看一龍啊 在在網上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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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硬警 說是給大家介紹一下 一龍就別多說了 號稱是世界錯所全王 叫什麼 WBF吧 就武林峰那個 WLF 我老管他叫WC全王 他叫WLF全王 武林峰世界全王 這瘋的 有名 現在呢 在抖音上或在哪呢 也要耍著 但是呢 百分之得有 百分之五十的人都看透了 一龍的是怎麼回事 衝大尾巴狼 都看透了 我呢 原來啊 沒罵過一龍 沒罵過 就質疑他這個在武林峰的當中的比賽啊 質疑有一些不對勁 不管是跟波球的跟其他的 之後呢 他就有很多的粉絲罵我 我呢就硬怼 我徐曉冬從來都是沒有從來沒有軟過 就跟他們硬肛 隨著我越來越剛 隨著一龍他的醜型越來越多 逐漸的大家 從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有十萬人在微博上罵我 變成了大部分的人都都信了 都支持我 因為我徐曉冬說的是實話 應言了 之後一龍呢就開始 露出了醜惡的嘴臉 開始罵我了 我呢 特別高興 我說一龍你還終於罵我了 為什麼呀 活皮帶我也想罵你了 我憋了很久 也算對你一種尊重 因為你確實不是什麼武林騙子 只是你的很多的打法和很多操作呢 是暗箱操作 是有協議的 我徐曉冬也沒說過你騙什麼 但是你這麼罵我 那我就開始攻擊你 攻擊什麼 攻擊你錯誤的地方 我就查一龍的很多事 就開始了 最關鍵呢 就是一龍啊 跟玄武這個比賽呢 玄武呢你也知道 我現在也跟他沒有朋友可做了 因為他跟姆春祥的事 不是一個男人所為 但是玄武之前跟一龍約過 給了一龍打款50萬 一龍呢答應這場比賽了 還誇玄武是個真正的武林中人 你說說狼狽為奸吧 突然的一龍快比賽幾天 跟玄武說 咱們倆呀別那麼真打了 咱倆就做表演 哎你踢踢磚 我踢踢沙子 完了咱倆表演表演就完了 玄武就不幹了 玄武說姥姥 我他媽給了你50萬 就想因為靠你出名 他媽的合著你 不讓我給你真打 還讓我給你劈磚 踢棍的 有他媽病啊 這樣這倆鬧翻了 鬧翻了之後呢 人家一龍呢 就罰律師函 一個河南鄭州的一個農村律師 我也不知道哪兒的 罰律師函 罰律師函 說要起訴 當時我就一句話 我就跟大家說明白了 我說大家想知道真假 咱就直接 就讓一龍起訴 玄武就完了 只要起訴了 我學武東就信 一龍沒說過這話 沒不知騙子 大家看見了嗎 後來呢 這倆這事不了了之了 一龍也沒有起訴 為什麼 玄武真有證據啊 他確實一龍給玄武打了電話了 這法院上一龍你怎麼判 你怎麼去胡說八道 所以一龍這個假和騙呀 就是越來越顯示出來 我二零一八年的 一年底 一九年年初應該是 我記得是 好像是 專門在大連跟長島熊羽郎 簽了比賽 我們在曼谷打 這大家都知道 那個時候 長島熊羽郎就給我看了一個視頻 我那天才真真的看見 一龍跟長島熊羽郎的那場比賽 在新疆的霍爾果斯 那場比賽 強倒熊羽郎 第一回合兩次KO一龍 導致一龍 大量的就是怎麼說呢 細心啊 還有實力大量下減 到第二回合的時候 直接被KO 那麼被KO了之後 這場比賽立馬就停了 還在要求什麼 這些拍下 攝像什麼的都不能再拍了 這是霍爾果斯的事兒 我親眼啊 長島熊羽郎把他的手機給我看 我說 我想要把這視頻拷過來 長島熊羽郎說 對不起 不可以 因為他跟武林峰呢 有口頭的協議 武林峰人專門說了 這麼一場丟人的比賽 本來是中國人 可以幹死日本人的比賽 被日本人幹了 這麼丟人 那麼 你不許把這發出去 不許發出去 全給別人 長島熊羽郎 秉著這個這句話 他就沒有到處發 可以給我看 但是我不能去截屏 錄屏 或者轉發 從這一點看 我覺得長島熊羽郎 作為一個男人 一個練武人 他做到了他的誠心 他做到了他的誠心 同時我看到了一龍的 怎麼說呢 最糗的這場比賽 上來連續被長島兩次打暈在地上 要沒有裁判扶他 要沒有裁判扶他 要沒有裁判所謂的讀八秒 你知道裁判怎麼讀嗎 正規的幫幫一個人倒地上了 裁判八大數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您差不多起來了 八點就問他一下 差不多就能接著打 在霍爾果斯這場比賽 一龍被打暈之後 裁判是這樣的 一看八大一龍倒地了 馬上讓長島去圍城邊上靠著 完了之後呢 馬上看看緊張的看看台下幾個人 看幾個那些助理的裁判啊 裁判長 裁判長那意思白手 他媽的趕快給他讀秒啊 幹嘛呢 裝什麼呢 完了說哦 對對對 讀秒 當裁判都暈了 為什麼裁判沒想到啊 一龍居然被日本人給打暈了 完了趕快過去 完了先拿手啊 拖著 拖著一龍 拖著一龍 跟他媽護士 跟打仗說 你沒事吧 你真那樣似的 拖著一龍 一 二 哎呦我當時看了 我說怎麼假呢 算了 因為在新疆的霍尔果斯比的 那幫看比賽的人 沒幾個觀眾 沒幾個懂的 你們明白嗎 底下全是群形激憤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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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還唱國歌呢 起來不要做奴隶的人 起來就看 完了 在裁判努力的堵了 堵了好幾個八秒之後 又在裁判努力的搀扶下 一龍 晃晃悠悠的起來了 長島呢 就是特別的放鬆 哎 起來了那接著打吧 他是一個專業的拳手 就打了 沒打幾下 一龍 又躺低下了 現在長島 又躺低下了 一龍又躺低下了 跟喝多了似的 裁判又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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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過去又重複的 慢慢的扶起他來 然後一一一 就看哎呦我的媽 那叫個噁心 這場比賽整體打了第二回合上來 一龍又被打暈 所以這場比賽呢 最後的結果呢 是長島呢 KO一龍獲勝 但是對外都沒有說 這場比賽是唯一的武林峰當中 你們查不到的這場比賽的錄像 在霍爾果斯那場的武林峰辦的比賽 而且當一龍被打暈了第二回合之後 全場熄燈了 擂台那邊也熄了 只有簡單的燈光照著 幹嘛呀 趕快把一龍抬走 把這個糗事給掩蓋住 把這個糗事給掩蓋住 現在呢 全國人民你們幾乎都看不到這場比賽 你們在網上能搜到的比賽呢 是一龍跟長島熊一郎的二番戰 二番戰的時候呢 長島熊一郎先把一龍打暈過一次 一龍呢 又把長島打暈過一次 所以這場比賽呢 是平局 是平局 但是好像 我有點忘了 抱歉啊 好像又算一龍勝了 但是官方這邊寫的還是平局 算是一龍的復仇戰 但是真正讓一龍出丑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沒有放出來 跟大家講 緊接著這個中日這個比賽啊 有兩個高潮 一個呢 就是一龍跟這個長島熊一郎 在霍爾果斯的比賽 另外一場比賽呢 就是2019年吧 10月份 這個還是9月份 周世銘在上海在南京拳館 五台山拳館 跟沐村翔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周世銘未免 他呢 有權選對手 他選到了沐村翔 周世銘的出場費加獎金是 兩千多萬人民幣 沐村翔的才幾十萬 說白了 這就是 這就是 周世銘的公司自己安排了一場比賽 要在十一之前 給祖國獻禮 又是一場中日 你沐村翔一個班九宮 怎麼能打得過我的世界奧運 拳擊冠軍周世銘呢 所以 這場比賽 又變成了一個什麼 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高唱化的比賽 中國人打日本人嘛 贏了就牛逼了 當時我就說 不應該再辦這種惡心的卑劣比賽 你可以辦中日比賽 但是你不要吵上升到中日這個情緒問題 不能這麼吵 如果這麼吵的話 我替咱們中國人說句話 就是給自己丟人 是咱們自己的自卑心 原來從軍事上被日本打壓 後來在京市上被日本打壓 後來又被他媽的侵略 之後人家日本二戰之後 又趕超了很多世界國家 到了世界第三的經濟全國 後來又他們變成了福利大國 對日本的本國國力 國際的國際一個大國 咱們呢永遠落後人家 那麼這個時候 咱們這麼落後 在武術上呢 用咱們最牛逼的人 打人家最弱的人 在咱們的地方 形成一種很牛的這種概念 就是那種民族的這種自豪 其實就不叫自豪 這叫自卑 我說我反對這種比賽 但很遺憾 沒有人聽見我的呼聲 或者因為那會我已經基本上被瘋了 這場比賽的結果呢 就是讓大家大跌眼睛 沐村祥戰勝了 戰勝了鄒世民 我說為什麼要就是中國恥辱的一場比賽 大家到現在可能沒了解 我給大家說一下為什麼叫恥辱的比賽 我先抽一個 當你思考問題的時候 MAT 有五款東哥的限量版 東 它的待機時間也長 品種呢四十多種口味 有西瓜的綠豆 什麼都有 大家可以呢 掃碼 現在買 9月30號 以後可能就沒有水果味的了 大家珍惜 大家推薦 好了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 就是近代史上 近多年 有兩場 最恥辱的比賽 第一場呢 就是這個伊隆 在霍爾果斯 跟長島熊伊郎的比賽 我有發源權 是因為我 親自的在跟 長島熊伊郎 在泰國曼谷打了 而且我 也看了長島熊伊郎 給我 親自給我 他的手機裡頭 這場比賽的視頻 國人99.9%都沒看過 因為那場比賽也沒有轉播出來 為什麼呀 丟人 河南武林峰把這場比賽呢 不轉播了 給掐了 大家不知道這事吧 我告訴大家 你們百度上查 能查 有這件事 但是你查不到任何視頻了 你們能看見的 長島熊伊郎 跟伊隆的百度視頻 只有二番站的 我給大家在這裡 講清楚了 第二場 就是周世銘 對牧村祥 本來是周世銘 每每的拿到這個 兩千多萬的獎金 括號這個獎金 是他公司自己發的 那至於為什麼這麼咱自己發 搞金融 搞工商的朋友們 你們都懂 我就不在這裡說了 也別讓人找麻煩 那麼本來是周世銘白拿的 又是給國家獻禮 19年吧 獻禮的比賽 沒想到牧村祥贏了 為什麼說 這也是一場非常恥辱的比賽呢 我給大家解釋一下 大家不要說我侮辱周世銘 沒有 給大家解釋 解釋完了 你們就知道怎麼回事了 在拳擊這個領域 你被人打敗有幾種形式 最光榮的被人打敗的形式 其實是KO 你努力的跟對方去打 對方一拳掛來 給你打暈了 你輸了 但是你一點都不丟人 你一種戰士 犧牲的狀態 去結束這場比賽 沒有任何問題 這叫KO 第二種 TKO TKO 基本上是什麼 是對方跟你打的時候 你非常的累 你基本上總在防守 沒有基本上反擊的形式了 你非常累 處於崩潰的邊緣 這個時候 裁判看見了這場比賽 因為你基本上沒有任何力量去反擊了 對方是百分之百贏了 裁判為了保護你人身安全的基礎上 強制介入 斬行了比賽 這個呢 基本是TKO 拳擊是TKO 拳擊還有第三種 這三種 TKO 還有第三種 是常規的 不丟人 第三種是 你努力的在打 但是 你確實打不過對方了 處處挨揍 這個時候呢 裁判認為你可能還有一線生機 也沒有介入這場比賽勝負 你還在挨揍 一直在挨揍 但是你的精神 是精神力 意志力在硬扛著沒有倒下的時候 你台下的團隊 教練們覺得這樣打 會把你的腦部造成動創 很容易受到以後的傷害 為了不要損失這麼大 你的團隊拿著白毛巾 扔到擂台上 這叫認輸 是場外認輸 表示停止 我替這個選手說不打了 這個選手也可以 為什麼也不丟人 因為他沒有認輸 他努力比賽 只是他的團隊認為 再打下去 對他的大腦 造成嚴重的傷害 畢竟是搏擊 畢竟是打擊力的 咱們認輸 這是可以的 所以拳擊 就是這三種的模式 基本上 當然也有其他的 比如說流血過多了 特別多 撞得湄公開裂了 一直流不下血 才怕也會叫停這個比賽 終止這個比賽 這個屬於什麼 這屬於意外終止 這也算 那如果加起來 就是四項了 KO TKO 場外認輸 還有意外宗旨 這是四項了 四項了 大家聽好 拳擊其實基本上 就這四項 但是其實還有一項 但是這一項 對於一個拳擊一手來說 是最大的恥辱 是最大的恥辱 是什麼 就是這回周世銘跟慕尊強這場比賽 周世銘在最後當中沒有被KO 裁判認為周世銘也可以打 也沒有介入 場外也沒有扔白毛巾 覺得周世銘還可以堅持的時候 周世銘打著打著 自己停止比賽 舉手表示不打了 自己舉手表示不打了 認輸投降了 自己親自認輸投降了 這是一個特別恥辱的比賽 這是一個特別恥辱的結果 所以很多人有些時候罵我 徐曉冬嘲笑周世銘 我沒有任何嘲笑 我是把這件事 拋開了跟大家平著說出來 你們不懂搏擊 不懂武林 我徐曉冬告訴你們 為什麼周世銘跟慕尊強這場比賽 影響力這麼大 且這麼恥辱的結束 因為周世銘用自己認輸的方式 結束了這場比賽 這是對拳擊手來說 是最大的恥辱 所以徐曉冬你呢 我明著說 我上去 我打不過的情況下 我會全力一擊 拼著去打 直到對方把我打暈 裁判來接觸都行 因為這個時候 我還算是個戰士 如果打著打著 我自己舉手不打了 是多丟人啊 所有周世銘 圍著擂台 認輸之後 在擂台上哭 我覺得這是更恥辱的 為什麼 你首先你自己結束了比賽 你自己投降了 你還哭 你哭個蛋啊 你哭個球啊 如果是你的裁判 或者是你的團隊強行的介入 停止的比賽 不顧你的反對 那你可以哭 你委屈 我還能打 我還為祖國人民爭口氣 你們為什麼讓我輸呢 什麼的我不幹 這樣我徐曉冬還能敬佩你 不是 周世銘是平平的 我咋我不打了 打不過了 真丟人啊 所以我再說一遍 這是一場 丟人耻辱的比賽 是最丟人耻辱的比賽 近幾年 中國耻辱的比賽 兩個 一個是周世銘這個 一個是伊隆那個 伊隆的那個 耻辱在什麼 耻辱在整個這個賽事 都是耻辱 你生生的 你輸了就輸了 你被打暈了沒關係 你放出來 讓國人看 你別他媽憋著 你就給國人看 你們牛逼的 喜歡的了 被打暈的你們 他媽的不放啊 周世銘的也是 牛逼了半天 自己選擇了選手 自己選擇比賽對象 自己給自己發獎金 多牛逼啊 馬上給十月獻禮 在自己的國土上 自己選擇場地 自己選擇一個 他媽的 在日本 給人家他媽的送水工的 一個他媽的職業選手 白天練拳 晚上給人送啤酒的人 最後被一個人 這種啤酒工給打敗了 這他媽吃 大家能明白嗎 你們可能不明白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說這種事 我先且不說周世銘 我跟他無仇無怨 我也不認識他 沒必要 但我說的是心裡話 咱們回來說一龍 大家都看見一龍 那麼光鮮的一面 那麼你們 當一龍被揍的時候 這種 一案的時候 他不播出來了 不給你們看我 我說的是武林峰 我說的是武林峰 大家別誤會 別多想 即使你們多想 也他媽不是我引導的 那我的小店 做了出了 新款了很多眼鏡 我特別漂亮 這兩天我想 那麽去海邊度假呢 還 到了之後 這種 很酷的眼鏡 我操 我很喜歡 我想搁我車上 但是我得留在這兒 為什麼要做廣告用 東哥的小店 有零差平的背包 零差平的背包 這個包非常舒服 大家出去玩 買這包 絕對不會後悔 還有特時尚的眼鏡 還有貓山王的榴槤 還有非常安全的 安全座椅 東哥推薦的 還有喝的吃的 還有最新的 純淨口馬來西亞的 水晶榴槤膏 那叫什麽榴槤月餅 水晶榴槤月餅 這個給大家推薦一下 但我沒吃著 是因為不知道爲什麽 這榴槤現在進不了北京了 不知道爲什麽 可能過了要簽的 但是呢 大家能在網上叮購 可以叮購這個榴槤水晶月餅 特別好 眼鏡很酷 這段時間 我不能做太多的視頻 也關鍵是因為這個問題 但是做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突然就想到了 伊隆這種人 伊隆這種人 和他背後的這種團隊 現在呢 伊隆呢是在網上啊 做推廣 完了之後呢 想跟網紅去打 我覺得伊隆 你跟網紅去打 也沒什麽不行的 但是你說的那些話呢 就是特別的 在我覺得面 特別愚蠢 你跟網紅打 就是為了流量掙錢 你就直接說就行了 別跟他們說愛國 弘揚 弘揚你個蛋 伊隆你他媽弘揚個屁 現在很多人 修耀東 為什麼要罵人生氣 就是現在中國人 很多人都在他媽的揣著 實話說假話 揣著明白裝糊塗 大言不慘的說假話 而且呢 說那些所謂的愛國話 其實都是小人 心裡想的全是錢 外頭說的全是熱愛擁護 熱愛擁護 這是我覺得最噁心的 好像你不說這些話 你他媽就全家被人殺了似的 好像你不說這些話 你就被抄家似的 他媽這不是50年前的事嗎 伊隆就是這樣 呀你就想的錢和流量 但是嘴裡一定要說 弘揚這弘揚那弄他媽這個 弘揚武術你武術個大 你裝他媽什麼呀 完了挑網紅打 你倒打呀 說這個藉口那個藉口 一個個個慫的 厲害的也不敢打 慫的還在念裡挑還在掙錢 所以呢我喊這句話 伊隆有實力嗎 有 但是呢被誇大了 他就是一個業餘高手而已 被那會兒的武林峰無限的吹放大 當然那會兒不僅是武林峰 很多地方都是無限的吹牛逼 吹牛逼最後的結果是抽大嘴巴 活逼開 大嘴巴抽的響不響 這麼多天了 真他媽爽 大嘴巴抽的 我孝東就高興 我都想 你們誰想抽大嘴巴 孝東幫你們 你們他媽的不用自己抽 我來幫你們抽 爽死你們 在這個時候 東哥不敢聊別的 只能聊聊這個武林小丑伊隆的事 逼民萬歲 謝謝大家支持 推薦的一些我的好的一些產品 MAT啊 眼鏡啊 背包啊什麼的 謝謝大家支持 特殊時期 希望大家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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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分別人都上不去現在 唉 無話可說 無話可說 可能是他們不想 不想一龍被揍的視頻 讓大家知道吧 比比萬歲 我推薦 我兒子推薦 也是我推薦的安全座椅 在東哥的小店 大家可以去選擇 這是四點支撑 四點支撑呢 是這種賽車型的 給孩子一個百分之百的安全的保證 這個安全座椅 就在東哥的小店 大家可以掃碼購買 東哥推薦 因為我也用